欢迎收看本节目 粉色睡衣的甜心 双手抱书 一个麻花扁扎在身后 看起来十分肃静 随着视频的录制 只见他一边阅读 一边晃动自己的小脑袋 还时不时抬头 看一眼镜头 显得非常机灵可爱 但有眼尖的网友 发现甜心前额碎发凌乱 好像许久没有整理过发型 脸色稍差 黑眼圈也十分明显 状态欠佳 不少网友看完视频 纷纷称赞甜心的阅读水平 但也有网友 在评论区质疑李小璐 对孩子不好 穿得太过朴素 然而真相 却不是网友所想那般 甜心私下的穿搭 总是以整洁干净为主 但这并不代表 李小璐不装扮孩子 相反在李小璐看来 孩子的精神世界 更需要好好装扮 李旦在一次节目采访中说过 李小璐生了孩子以后 为带娃推到了 三分之二的工作 作为母亲的李小璐 在兼顾甜心学业的同时 给她报了不少兴趣班 包括跆拳道 芭蕾舞 书法 而甜心也的确 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去年 甜心登台弹奏钢琴 登上了热搜 只见甜心身穿 雾蓝色路肩纱裙 头戴白色羽毛发饰 端坐并灵活地弹奏钢琴 一段段美妙的旋律 从她的指尖中洒落 让人陶醉其中 听得出来 甜心没少在钢琴上下功夫 而台下的李小璐 也含热泪 十分自豪 并在个人社交平台 大秀甜心台艺 惹得网友们连连称赞 别看现在的甜心优雅端庄 多才多艺 其实从前的甜心也是个叛逆的孩子 经常耍赖 不学英语 每次李小璐都会严厉批评她 直到她完成当日的英语任务 当然 李小璐在监督甜心学习之余 也没少带女儿外出游玩 因为甜心从未上学到滑过雪 便立马放下手头上的侍儿 专心陪女儿滑雪 除此以外 也曾多次带女儿旅行 李小璐与贾乃亮离婚后 甜心陪伴妈妈一同生活 但贾乃亮也常常探望甜心 经常带她出门游玩 李小璐和贾乃亮 让我们明白了 就算父母离婚 也会毫无保留地 爱着自己孩子 如今的甜心 幸福地享受美好的童年 出落的亭亭玉丽 希望甜心 永远在父母的爱中 幸福成长 李小璐甜心贾乃亮 李小璐善女儿 甜心施朗颂 李小璐甜心华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